台北市公務局水利工程處代辦的台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興建工程 已經上網公告招標 預計9月10號下午2點的時候開標 計畫打造地上9層 地下3層 可以容納1500個觀眾席的專業音樂廳 600席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 450席的國際會議廳 並結合嶄新智慧型數位化的仕途總管 渴望成為台北市的新地標 首座結合音樂廳與圖書館的文教新地標 台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 興建工程已經公開招標 預定9月10日下午2點開標 這座現代化的音樂圖書館 基地位置臨近捷運淡水信義縣及文湖縣 位處台北市中心地區 負責代辦的公務局水利處表示 建築符合環保節能趨勢 除了有綠建築標章外 還將透過整體規劃及創意設計 提供城市多元文化活動設施空間 進而創造台北市國際競爭相關優勢 建物為地上9層 地下3層 預算約67.7億 公期為絕標後1600個日立天 包含可容納1500個觀眾席的專業音樂廳 600席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 450席的國際會議廳 並結合嶄新智慧型數位化的仕途總管 多層次的開放空間 將組成台北獨一無二 兼具在地性 公共性 文化性及藝術性的文化新地標 記者游祥廷 台北採訪不到 台灣大腸及腸癌發生人數不斷增加 蟬聯男性新發癌症排行榜冠軍 以及女性的季軍 而從2005年來首款標靶藥物問世 近20年都沒有專屬的藥物 能夠對抗容易復發高惡性度的BRAF基因突變 所幸近來終於有針對BRAF基因突變專屬的 雙標靶藥物 為患者存活率帶來更多升級 一名38歲的親手女 確診第三期大腸癌立刻手術切除原發腫瘤 但兩年半內卻兩度復發 甚至需要切除子宮與卵巢 所幸在自費使用新的雙標靶藥物半年之後 電腦斷層已不見癌細胞踪影 目前以治癒為目標的她 最大心願就是陪伴6歲的女兒長大 縮小腫瘤或是先解決一些某一部分的腫瘤 比如說肝轉移肺轉移的病人 你可能會先打藥讓牠縮小打標靶 讓牠縮小或是做方式性治療讓牠縮小以後再蓋到 但有BRAF基因突變的大腸直腸癌患者 平均治療七個月就會復發 存活率也低於14個月 比無基因突變的患者存活時間整整縮短兩年 專家建議可以在治療前透過基因檢測確定 幫助醫師選擇標靶武器 精準醫療就是你只有驗到這個的才可以用 沒有驗到BRAF的就完全沒有效 這就是精準醫療的建議 它不是像化療我們每個病人都可以打 大家都可以通殺 精準醫療就是有這個基因的我們就針對這個基因的藥物才有效 國外的這些大型臨床試驗都已經有這樣的結果 那病患有這個需求 那我想台灣的健保也應該不弱人厚 不僅在我們現在通過的這個黑色素瘤 那也讓這些所謂轉型大腸障礙 BRAF突變基因的病人有機會能夠接受這個藥物 儘管對許多患者來說 新的治療選擇是一道曙光 但由於目前健保還沒有開放 給付專屬BRAF的雙標靶藥物 病患在咬牙自費治療之下 經濟無法負擔 對此醫師也希望政府能看見病有需求 讓他們能在健保的支持下 獲得更適切的治療 記者谷參詠 台北 采放冒導 癌症關懷基金會針對國小學童進行調查 發現呢 約有五成的學童 每天沒有吃足量的蔬果 高達八成沒吃豆製品 然而台灣每三名兒童呢 就有一個是小胖子的情況下 基金會建議呢 每天要攝取足夠的蔬果 顴骨類以及豆類 從小培養良好的健康飲食習慣 長大才能夠遠離疾病的威脅 癌症關懷基金會在2023年針對四萬名國小三到六年級的學童 進行每日飲食調查 發現約有五成學童沒有吃足蔬果 將近六成沒有吃到顴骨 甚至高達八成的學童沒有吃大豆製品 基金會認為這些都是構成腸道生病的主因 現在小朋友呢 幾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是肥胖 有三分之一的是過重 而且呢 因為腸道發炎的話 也會引起全身性的慢性發炎 那這個慢性發炎呢 就是很多慢性病的源頭 那肥胖也是一種慢性病 癌症基金會指出 憂鬱症癌症及失智症 是21世紀導致人類失能的三大疾病 這些疾病的共通點就是腸道健康 因此建議孩童每天摄取足夠的蔬果 顴骨類還有大豆類 長大才能遠離疾病發生 飲食家腸胃好 少生病 其實不發胖 也就是說我們說的 做對一件事 你只要吃對 你的腸胃道好 那當然你的免疫力高 你就很少生病 營養師建議家長 每天讓孩童吃拳頭大小的 三份蔬菜及兩份水果 也可適度增加黃豆及糙米飯等 優質食物來源 希望從小培養良好的健康飲食習慣 少吃甜飲及零食 才能降低健康問題發生的風險 記者劉德宇採訪報導 父親節到來 但對職場爸爸們來說 扛起家計的重擔 又要兼顧夫妻親子關係 壓力實在不小 根據人力銀行最新的調查 職場爸爸平均五年沒有加薪 創11年來薪高 再加上長加班陪小孩的時間 嚴重不足 目前不能夠兼顧事業跟家庭 生活疲憊指數也創下五年來薪高 父親節是肩負重擔的爸爸們 專屬節日 但對於職場爸爸來說 拼經濟比過節日更重要 根據人力銀行最新調查發現 他們平均五年沒有加薪 超过去年的4.8年 創下11年來薪高 此外又常加班 陪小孩的時間嚴重不足 疲憊指數也創五年來薪高 一方面在工作壓力跟經濟壓力來看的話 目前很多職場爸爸都處於這種 所謂通膨時代的一個狀況 加上長期沒有調薪情況下 而且又是家裡的主要經濟支柱 要負責許多的生活開銷情況下 勢必要想辦法努力工作 來對抗物價壓力跟一些負債壓力 調查顯示 職場爸爸平均每天工作時間是10.4小時 一週要加班三天 週間上班日平均只能和小孩相處 54.7分鐘 不但窮忙之外 連帶親子關係經營也受到影響 碰上通筒小局薪資動漲問題短期無法解決 專家呼籲政府或企業 都要從照顧員工全家人的角度出發 打造對職場爸爸更為友善的工作環境 協助投入在職進修 學習第二專長 才能減少對未來中高齡失業的恐慌和焦慮感 記者游祥廷台北採訪不到 農糧署舉辦第九屆的 boom本美建金鑽米獎選拔 揭曉各五件包裝米金銀紙獎 今年的香米組金紙獎 都是由高雄147號品種拿下 非香米組則是由池上農會跟田中月光米獲得 消費者可以在各量販超市買到得獎的包裝米 预估增加三成的销售业绩 源自华东清澈水源灌溉 选用高雄147号品种 栽种出来的香米口感Q弹 获得评审团青睐 拿下2024金钻米金子奖肯定 今年共有69件包装米角逐竞赛 所有参赛作品都是由秘密客 到各大通路采购具有产销履历 有机认证的包装10米 先选出20件进入决赛 入围作品严格管控 还得经过产观学界组成的评审团 从外观品质口感与包装进行盲样评选 最后选出经营纸奖各5件获奖作品 而且消费者可以在各量饭超市就能买到 预估带动三成的销售业绩 平均每年增加8000盾稻米销售量 全联 加热湖 大润发 丰康超市等都可以买得到我们这些金钻米奖的这些产品 那我们预估再透过我们这样竞赛可以带动大概一年8000盾的销售量 随着国人饮食习惯改变 稻米销售量不比以往 农粮署连续第九年举办金钻米选拔 提升民众对国产稻米的信赖 同时增加农民收入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我喜欢旅行 喜欢在不同城市中穿梭 我在三万英尺高空遇见新北纪录片 欢迎订阅 这是帮助你自己还年轻 这人家是要做人 他做这个盘子 也要自己修理 那不是怎样 我怎么要修理 我之前就叫你三起 那个包租贷款333 是你多轻松 这是三三三 但是包租贷款333 就是 三税有减免 三费有补助 三年有服务哦 只要打电话 你出门 夜水自动找上门哦 包租贷款333 保證出班館 很棒 单框水手关灯还不够 换装LED灯泡 可以再省60%照明用点 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0%冷气用点 等下更多点就可以看更多卡通了吗 不 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 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 淡水区新人里日前在里内的市民活动中心 举办区域灾害防救自主防灾演练 新人里里长卢仁泽表示 里内大多数都是山区 过去经常发生土石流的状况 居民自救是相当重要且关键的力量 透过平时的训练 让每一位居民都可以成为救灾的好帮手 为了让灾害来临时做好防灾及应变准备 淡水区新人里日前举办了自主防灾社区推动计划 更在里内的市民活动中心空间举办区域灾害防救自主防灾演练 而新人里里长表示 里内大多都是山区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土石流的状况 因此政府的救灾资源有限 民间力量无穷面对大区域的灾害发生时 居民自救是最重要的关键 而透过平时的训练 让每一位居民都可以成为救灾的好帮手 因为整个地方交通较不太方便 如果是刚刚正中风的时候 也是要靠我们里来的里面 普通来设租 这可以来减轻到我们的损害 损害损失 很感谢我们工作 这么忧心来安排这个客厅 给我们新人里的里面来了解 虽然是我们这几次的演练来最好的一次 希望我们的演练能够常常在执行 让我们能够真正发生灾害的时候 能够大家很熟练的完成各种的训练 里长表示淡水星人里位置处于山地 里内也有多条溪流穿过 因此面对气候灾变 更要让在地居民提高防灾意识 而现在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 社区有自救能力也相当重要 不仅是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协助其他人 在灾害时降低损失 而这一次演练项目中包括了模拟台风火灾及地震发生后 特固里长与居民组成的应变中心与公所联系 居民自行排除障碍协助救灾灾民等等 每一个步骤都相当确实 淡水区第14个自主防灾社区 那很感谢我们卢仁哲卢里长 带领了大家来成立我们自主防灾社区 那今天的演练 那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专注 整个过程也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好 那我们自主防灾社区最主要是说把我们这个防灾工作 能够扎根在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这个领理 一般的里民都有这个防灾意识 这一次防灾演练屈公所也表示 新人里是淡水第14个自主防灾社区 而在灾害发生时自救比例占了7成 也更希望民众将自身的急救技能 藉由防灾社区演练提升 让每个居民都成为第一时间的急救帮手 更可以发挥社区互助精神 达到防灾的自主目的 记者许多安一淡水的采访报导 位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跟大人街的路口 往新市镇方向 沿途路旁不是店家 就是停满的机车 里长表示这里邻近淡水国小 行人都得人车征道 就算走在路旁 还得小心的不断回头注意来车 因此日前里长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还有议员郑宇恩特别来到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争取设置实体的人行道设施 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在大人街路口 往新市镇方向 沿途路旁不是店家 就是停满的机车 而里长表示这里邻近淡水国小 行人都得人车征道 就算走在路旁 还得小心的不断回头注意来车 因此日前里长与新北市交通局 以及新北市议员郑宇恩来到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争取设置实体的人行道设施 我们今天会看内容就是专北路这一段 因为现在我们邻近淡水国小 国化国小 那很多小朋友上下客 我觉得这一条路真的是人车征道 很是危险 像我自己本身相信很多用路人都知道 你走这一条你还要一直往后看 往后看看有没有车 这一桩你还是什么之类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讲究行的安全 所以我们目前我们今天会看的内容 就是要规划出一条人行步道 那以及机车停车阁 机车停车阁 里长说过去这里就会有许多学童 上下课都会走在路旁 常常旁边的七机车呼啸而过 真的是相当危险 而路旁也缺乏机车停车阁的规划 导致机车随处停 因此市议员政员也表示为了顾及行人安全 未来也会设置人行道设施 在会看之后来让市府交通局实际的了解空间大小 并且测量人行道所在的位置 今天我们在水堆中山北路这边跟里长 还有交通局一起做一个会看 我们希望说可以改善这边的 不仅是人行环境还有停车环境 所以我们预计会规划一个1.5米的实体人行道 那在人行道向道路 我们也会规划机车停车阁跟汽车停车阁 比较像是新市镇避车弯的这样子一个停车弯的做法 希望说由单车来做示范 看这样子有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改善 行人环境跟停车的环境 议员表示在这一段短短的230公尺 从中山北路与大人街口 到中山北路与大东街口 这个路段不仅是要设置1.5公尺宽的实体人行道 也会规划机车停车阁 使用避车弯的方式来进行驶座 期盼可以还给行人安全的用路环境 也请邻近的店家能够配合驶座 让行人不再与车争导 记得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 为在新庄区明游里内的有一块社区小空地 原本是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是里内的一大困扰 不过在里长吴坤郎上任之后 号召领长以及志工义工 大家共同齐心努力下 将这个脏乱点重新整理 现在已经重新的变身成社区的小公园 让环境完全焕然一新 很难想象这片空地原本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一志工来帮忙 新来把它种植花木 已经把它弄成现在的颜貌 让人家看了真的可以赏心内幕 这座小公园能够成为社区的 绿色心脏地带 为居民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幸福 因此在小公园诞生之后 里长也广要各界命名高手 为他取个好名 我们整理完以后就在思考说 那我们要把这个公园起个名字 那我们后来集市广益 大家来提供 就叫花香荣来名流礼 的意思就是 这边经过的其他的乡亲 明本礼 明安礼 还有光荣礼 我们附近这几个礼 都常在这边出路 那希望他们可以来 我们名流礼 来欣赏我们的家座 也可以来拍照 里长说小公园新的名字 就叫做花香荣来名流礼 不仅搭上今年这般 最受国人宠爱的生肖龙年 吴昆朗感谢大家 即是广义公园新民 驾驚呼听 而里民对于这座新公园 更是斩不绝口 我们里长吴昆朗 把我们的环境美化 做得很漂亮 这个是我们益智工 跟我们前里林长 这些团队 我们整个名流礼服务团队 来努力的成果 里民看见成果 也感谢里长为他们心情付出 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吴里长不仅为社区 成功地将一片废弃的空地 改造成为一座 立于昂然的小公园 提升了社区的环境品质 记者黄又仙 新庄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光田里老人共餐 持续举办多年造福无数的地方饮法族 而这个月的共餐庆生会 适逢八八节到来 里长吴胜文跟夫人沈美英 也准备了150份的蜂蜜蛋糕 为八月饮法寿星 献上祝福 区长王昆南也特别力临现场 祝贺阿公阿嬷父亲节快乐 并一起做起了眼球操来舒缓压力 场面是相当的温馨 随着歌声响起 大伙齐聚一堂 庆祝八月长者生日快乐 三重区光田里老人共餐 庆生活动行之有年 让不少银法族长辈愿意走出家门 生活过得更充实 适逢八月父亲节到来 里长吴胜文及夫人沈美英 特别准备了150份的蜂蜜蛋糕 希望李明都能开心过节 我们现在每个月都会帮我们里内的长者庆生 因为我们就希望说长者在每个月的时候 他的生日 我们里长还有所有的乡亲 一起来跟他做生日 让他接着说很快乐 让他愿意从他家里走来活动中心 而且你看一百多人来庆祝 这种场面相当温馨 我相信他们会很快乐 里长夫人沈美英为了社区老人健康 还特别邀请自己的好友来带领长辈做眼球操 藉由放松眼球周围肌肉 缓解银法族老花及用眼过度等问题 而三重区长王昆南也到场跟着做运动 和长辈们同乐 这位是我们光田里的健康种子老师 那我们每年都会培训社区的种子老师来做动健康 比方说自愈力 肌耐力 新创力 那这一次的新创力里面有眼睛芳疗 就芳疗冥想 就是眼睛你一定要动嘛 我们长辈年纪大的时候眼睛都会色色的 那越没动了眼睛就会退化 退化以后他眼力不好走路也会跌倒 所以借由眼睛的运动 然后带动我们脑部 让他也比较不会有失智的状况 里长吴盛文表示 许多人都会畏惧父亲的威严 而不敢表达爱意 其实爱要及时鼓励李明回到家 记得向辛苦养育自己的爸爸 说声父亲节快乐 记者刘云轩采访报道 父亲节就快到了 在今年西子区公所表扬的模范父亲当中 由山光里推荐的张震忠 本身是原住民 19岁的时候从花莲凤林出部落打拼 来到台北工作 尽管辛苦也很忙 不过对于子女的教养也非常的重视 十几年前退休之后 也在里内担任志工 服务邻里相当的尽责 因此被提报为模范父亲 接下来请山光里张震 张先生上台 并请康福里李顺松先生准备 张先生重视子女品德教育 研教 宣教病重 担任义工 协助整理环境 照顾身边邻居 热心助人 这是戏子区公所在11楼大礼堂 表扬模范父亲的画面 而这位就是由山光里里长 陈永松推荐的模范父亲张震忠 当天有女儿女婿陪他上台领奖 真的很开心 张震忠本身是原住民 19岁的时候从花莲凤林出部落打拼 一开始在铁工厂工作 后来又开公车养家 也养大了三个女儿 尽管工作忙 但是对于子女的教养很重视 现在孩子们都长大 有份工作 老爸爸很欣慰 部落就是在花莲的凤林 19岁开始就里向背景 来到这个都市里面 其实是在南港的民风地空掌上班 还年轻可以做了 其实十几年的这个时间 身体上也是慢慢慢慢的 有没有力气 学那个大锅车 他有巴士 在那边上班 就是直系到退伍 这个上个年来都是我 鼓励他们去上这个大学 他们都有成就了 今天他们有他们的那个 工作那个岗位 我所了解他对这个家庭的贡献 对子女的教养 还有对他们的原住民所讲的 叫嘎拉夫他的女婿 他对他们的女婿还都蛮敬责的 蛮敬责的 在家里算是一个 在家里算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教育的置物 但平常经常讲 他蛮敬责为这个家庭付出的 过去说听说还蛮辛苦的 把小孩教得很好 年轻时辛苦工作 雇家庭 60岁的时候 当时在开公车 女儿希望爸爸不要那么辛苦 所以张正中也开始他的退休生活 不过他也没有闲着当林长 还当山光里的志工 每个星期都会固定出来一起打扫环境 服务林里相当尽责 所以里长今年特别提报为抹犯父亲 因为我们每年的抹犯父亲抹犯母亲 我几乎都会提名一个原住民同胞 这一次我们提名我们张正中 他是我们第四里的林长 蛮敬责的在为我们里里面的林在服务 再来呢他又是我们的义工 在我们义工里面 像弄拉扫地蛮勤快的 无怨无悔的在为我们山光里再付出 所以我就提名他 这一天穿着原住民阿美族的服装 今年当选模范父亲张正中很开心 77岁的他也希望有时间有精力 会继续服务林立 为居住环境尽一份心理 这场慧玲希子采访报道 每周三是瑞芳区捷御里的银法共餐日 近日在父亲节前夕 那么银法共餐加菜可以说是超澎湃 还安排了这个意见为长者改头换面 在场爸爸们还一起切蛋糕庆祝 最后还有在地企业观天下有线电视 捐赠的共餐经费1万块钱 让共餐变得特别的热闹有趣 每周三是结余里的银法共餐日 今天在父亲节前夕 银法共餐加菜超澎湃 还安排意见为长者改头换面 在场爸爸们还一起切了大蛋糕来庆祝 最后还有在地企业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 捐赠共餐经费 让今天的共餐特别热闹有趣 非常感谢我们共餐 这有很多单位来赞助 今天是观天下4月有线公司来给我们赞助 今天提早庆祝父亲节 我们现在有蛋糕 以各位父亲 大家一起同切蛋糕同乐 同乐一起庆祝 我们是跟我们一般初衷 就是离世休息 全年365天服务各位乡亲 也受各位庆祝的爱台照顾 今天应该说一档天花 所以我们有自证结余 我们长者共餐一个小小的心意 提供一个加菜金 今天共餐前的现场意见服务 要替长者改头换面 市员李一琦今天也到场并小时身手 市员李一琦也表示 节余里银法共餐有声有色 今天还有许多活动 也帮长者剪头发出体验 觉得很有趣新鲜 幸好长者都很满意 那今天有益检的行列 然后我们也感谢柔美姐姐 然后都非常的热心 然后四处去帮忙这些长者来做益检 那刚刚一起也小时的身手一下 那我觉得我自己技术好像也还不错 然后大家都也都很捧场很支持 当立里长就说 每周共餐都会特别设计菜色 不仅要好吃还要兼顾营养 让长者吃得很开心 适逢父亲节前夕也有益检服务 还有准备大蛋糕欢度父亲节 今天也特别感谢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 捐赠加菜金 让今天活动锦上天花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八十一月的初阿嬷 王室的中风过心 两个好心以外翁生 有月的阿嬷 就还要烦恼中风的大喊好心 阿嬷只能够求 回收去经整个回事的生活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还有很多跟他同样的老大人 等我们做会去跟他闹三天 邀请你观看志祺协会 亲含长辈叫做家卫 让我们做会做艰苦老大人的扣山 有我给你考虑力量的艰苦 我喜欢旅行 喜欢在不同城市中穿梭 我在三万英尺高空 遇见新北纪录片 这是韭菜不是葱 这是波罗蜜不是榴莲 这是微型电动二轮车 不是机车 微型电动二轮车新制向路 新车要领牌 现有车辆也要挂牌 车辆要投保强制前 未满十四岁不可骑乘 骑车时请戴合格安全帽 不双载后座乘客LILO车 不可擅自改装 时速上限25公里 微型电动二轮车 安全不庆菜 新北市教育局举办的 侯友宜也特别化身为街头市长 参与了这一项盛会 新北市教育局 日前在府中广场 举办样新北2024高级中等学校 社团成果发表会 市长侯友宜化身为街头校长 一同参与 他表示这次的惩罚活动 打破了传统社团博览会形式 结合了街头文化 展现年轻学子的活力和创意 我们年轻朋友在街头的很多的创作 艺术文化 总而起来让大家看得到 是不一样的年轻人一些想法 那随着时代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 年轻人非常喜欢在奔放的热情当中 展现出我的信心 在街头上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场样新北社团联合成果展 分为动态演出及静态策展 共计有超过百件的社团成果 可以说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高中学校社团成果发表会 并且从8月份起连续三个周末 特别新手高中职学校社团展演 知名街头赛事 学校社团DJ 以及跨界品牌市集 在府中地区推出系列户外活动 要让大家嗨玩府中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由新北市议员林一琦 争取台北客运965线 将加入台湾好行路线 经交通部观光署核定为 台湾好行965 九份金瓜石线 路线的特色在于 扩大推广绿色旅游风潮 串联五个淡蓝转换站 前往九份跟金瓜石等等的特色景点站 融合了台湾好行 步道践行 铁马单车 铁道火车等等 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绿色旅游 由新北市议员林一琦 争取台北客运965线 将于明天起加入台湾好行路线 经交通部观光署核定为 台湾好行965 九份金瓜石线 路线的特色在于 扩大推广绿色旅游风潮 串联五个淡蓝转换站 前往九份与金瓜石等特色景点站 融合了台湾好行 步道践行 铁马单车 铁道火车等等 盼带动地方的绿色旅游 今天我们很开心 那我们那个北客的965 终于加入了我们台湾好行的行列 那将来将加会了 我们非常多的东北角地区的民众 那除了之前的T Park的月票1200元 民众都可以无限次搭乘之外 现在连单次搭乘的 也都可以有五折的优惠 除了有台湾好行的车身的涂装之外 那我们还有12个特色的站牌 另外我们车上还有放一些折月 还有一些观光的一些资讯 那另外我们还有10个班次的 往返的无障碍的一个 对无障碍的设施的服务 可是这个是要预约的 另外配合交通部观光署活动 该路线将陆续全车队车身彩绘 以及12支特色站牌更换 更自9月1号起到明年8月31日止 推行民众以电子票证搭乘 即可享半价五折优惠 以台北到9份全票90元计算 半价只要45元相当划算 除了原来我们的班次之外 那我们会加强我们其他方面的服务 那另外还有我们9月1号开始 会有半价的优惠 那刚才希望那个持TPass的乘客 还可以继续来达成我们965 这条路线 那尤其是金瓜石九份到瑞芳往返的民众 还有瑞芳到板桥的各个站点 大家都可以使用我们电子票券 也都可以享有五折的优惠 那这样子搭起来 其实是比火车票还要优惠哦 那我希望民众能够多多的搭乘利用 因为李琪表示 为提供给民众旅游更完善的大众运输系统 争取台北客运965路线 加入台湾好行的行列 不想长途驾车参加旅行团出游的旅客 搭乘台湾好行旅游服务 是最适合自行规划行程 轻松出游的好方式 也响应节能减碳的旅游形态 希望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鼓励长辈们走出来动一动更健康 大中华富佑协会细止区 在协东市民活动中心的引法据点 每周一到周五都安排了多元的课程 从延缓失智还有手作课程等等 周五还有共餐 星期三有专业老师以弹地球辅助教学 带着长辈练积耐力还有柔软度 连90几岁的长辈都越跳越健康 准备加手 跟着老师的口诀 利用弹力球辅助伸展四肢 系指区 且东市民活动中心三楼 这里也是大中华富佑光怀成长协会 开办的引法社区陪伴站 每个星期一到五都有不同的课程 让长辈可以动手做 除了手做课程 学串租打中国节 延缓失智 动健康也很受欢迎 这一天里长叶雅慧也跟着长辈一起跳 手脚并用 练肌耐力还有柔软度 上这一堂热火的延缓课程 真的是受益良多 一般其实我们也有在运动 但是我们都是走路而已 见走而已 很少像这样子有带着这个活动的那个球 来玩 我真的很羡慕这些七十几岁 甚至八十岁 那个阿嬷九十几岁的 还是要能够这样子 拿这个球再跟我们一起一起在运动 尤其这个运动 这个拉的 可以伸展我们的手脚啊 或是淋巴排毒啊 或是腰臀部 我最喜欢这个动作 3 2 1 真的 真的 拿你酸换脚了 用脚撑住球 等老师说放下才能够放 十几二十秒过去一放下来 大家都说好累 里长说真的很敬佩长辈们的体力 他们许多都已经八九十岁甚至九十五岁 但是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到据点来报到 看他们这么健康真的很开心 真的是不容易 你看啊 我不到六十岁啊 你看这些都超过七十岁的老人家 还不喘 还真的是不喘 而且动作都还很标准 你有说你是七十岁吗 我七十五 七十五 你八十岁了 到九十五岁九十六岁 对啊 你看一样 一样每天这样子来上课 所以就很佩服 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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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阿嬷他们来上课 一年老人痴呆症 比较灵活 对啊 健康就是自己 就是财富嘛 所以健康很重要 不会拖累小孩子最重要 最重要是自己健康 要走出来 不要一天到晚就看电视啊 手机啊 这老人痴 我们希望在活动中心 能够大家在一起 不要宅在家 走出来交朋友 动一动 而因为活动中心 没有办法开火 都是订便当 而据点也越来越多 长辈加入 几乎反备成长 不过政府单位 只补助15个人 剩下的就是协会 得支出 长期下来很吃力 他们也希望有更多 爱心团体 或是善心人士的捐助 让银法据点可以持续下去 支持长辈多走出来动一动 生活也更多彩多姿 这陈慧林希子 采访报道 新北市重光社区大学 设立至今 已经有20多年了 主要是希望为大文山区的居民 打造一个终身学习的基地 特别是针对长者 更规划了丰富的课程 还有活动 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在社大 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天地 迎接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 新年重光社区大学设立至今 已经有20多年时间 主要是希望为大文山地区居民 提供一个终身学习的基地 特别是针对长者 重光社大更规划丰富的课程和活动 藉此鼓励他们走出家门 重新发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社大学员就表示 社大的课程为银法族 开创了不一样的人生 不仅丰富了日常生活 还促进与他人的互动 并且增进他们的自信心 你说这个退休啊 或者这些老年人来讲 有这样的课程实际上是很好的 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种 不但自愚而且愚人的一种 一个活动 那对老人来讲 心情上头的那个愉悦 然后你这个肺活量的这个练习啊 增加这些都很有帮助 我个人是非常认同年长的人走出窗外 参加活动不一定要唱歌 任何活动都很好 就是不要待在家里看电视 台湾老年人口快速攀升 如何面对高龄化社会 带来的高龄化冲击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而成功社大 除了提升了长者的生活品质 更让他们在学习中 找到自我价值 重拾生活的热情 而透过学习 长者们可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互动交流 丰富社交生活 拓展生活圈 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在这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天地 迎接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新北市安坑勒林学习中心 113年度的秋季班 招生作业即将展开了 主要是年满55岁以上的长辈 都可以报名参加 第一阶段的线上报名 从8月12号到8月16号 未额满的班级 8月26号将会在公轮活动中心 开放现场报名 有兴趣的民众 动作可以得要加快了 安坑勒林学习中心 113年度秋季班即将开放招生 只要是55岁以上的民众 都可以报名参加 报名作业才两阶段方式进行 第一阶段为网络报名 从8月12号起展开 第一个阶段是线上报名 然后他现在是8月12号到16号的中午12点 就是想要来上课的学员 需要透过电脑网络报名 第一阶段报名结果 8月16号下午2点 会透过线上方式公告录取名单 并且从19号起到21号进行奖费 未额满的班级 8月26号上午9点到10点 将在公轮活动中心开放现场报名 之后我们就会统计 还有多少课的有名额 可以开放出来给现场报名 那8月26号现场报名 是在公轮活动中心举行 此外要提醒报名的民众 今年的报名方式不同以外 必须配合新北卡才能进行 请民众要实现申请 新北卡它算是一个虚拟的卡片 那你线上可以利用网络申请 那你申请成功 注册成功之后 它会给你一组账号跟密码 那因为你在申请的时候 它就已经同时询问了你的一些个人资料 那你在登录之后呢 它就会把你相关资料 带进去这个报名表里头 安科论林学习中心秋季班 预计开办13个班级 包括健康运动 文创艺能 多元文化 资讯工商 家庭生活等多种类型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除了学才艺更能够交朋友 让生活更丰富 更有乐趣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